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联时代制造的喷气式无人机 经过改造以后发起了这次袭击 造成的损失不大 不过这次袭击的政治和战略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报道认为乌克兰使用的是图141无人机 它的航程达到1000公里以上 从乌军控制区起飞 这种无人机的空气动力架构比较合理 动力系统也能够满足改装的要求 如果从西方引入数字化的导航控制系统 完全可以执行远距精确打击任务 在袭击发生之前 西方媒体警告说 俄军正在大量的集结图95和图160 可能要实施大规模的空气 CG美国行刑实验室公司 发布了中等分辨力的照片 显示俄空天军已经集结的战略轰炸机 早在2022年3月 就有一架图141 就坠落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 把地面炸了一个大坑 它显然是拆掉了侦察相机 放进去了因为大威力的弹头 如果从乌克兰边境开始计算的话 它在克罗地亚境内飞行了510多公里 很显然这是导航系统搞反了 它没有飞往俄罗斯 反而往西南方向去了 到了22年6月 一架乌克兰的图143无人机 在俄罗斯西部被击落 图143的尺寸比较小 航程也比较短 只有大约200公里 只能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潜重生目标 但是5号和6号的袭击表明 乌克兰在西方的帮助下 解决了无人攻击机的制导问题 如果图141可以达到1100公里的射程 那么俄罗斯的人口密集区 或工业经济中心都处在射程之内 从基辅到莫斯科的直线距离 也只有750公里 如果从基辅近郊放飞图141 打到莫斯科完全没问题 这次袭击 虽然没有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 和装备的损失 但是给俄政府带来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对手拥有常规战略威慑能力了 在美国刚刚向乌克兰提供 海马斯火箭炮的时候 就有西方国家的人提出 可以向乌克兰同时提供射程 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 以达到更好的打击效果 当时俄方反应强烈 美国也确实没敢提供 陆军战术导弹给乌克兰 但这个自杀型的图141 是乌克兰自己弄出来的 不能散伤美国的军援 俄罗斯怎么应对的呢 从5号15时开始 俄军立即展开报复打击行动 对乌克兰的国防增合体 通信中心动力设施 和军事部队等17处目标 实施了高精度的空机 和海基武器的打击 中断了乌军预备部队 外国武器 军事装备和弹药 向战区输送的铁路交通 早在今年的8月7号 俄罗斯总参谋部发布的 关于俄联邦在核威慑方面的 国家政策就写得很明确 俄罗斯的领土 一旦遭到导弹的袭击 或是由导弹锁定俄罗斯的本土 不管对方发射的 是不是核武器 俄罗斯都视为核袭击 将发起最强的核反击 现在乌克兰的自杀无人机 已经袭击了俄罗斯本土 落点距离莫斯科市中心 不到200公里 俄罗斯要不要对乌克兰 发起最强核反击呢 我们推测 这次袭击 很可能是乌克兰和美国方面的 和谋 继续将俄罗斯逼向墙角 你到底是放弃核反击政策 在全世界面前丢面子 还是贸然投掷核武器 导致局面失控呢 这是非常阴险的一招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